行 挺好 关注鬼头 带你看真是房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 澳尔滨市松北区 我身后有个小区啊 叫红星维尼斯庄园 然后呢 旁边这个哥们呢 他家在这个小区里边有一个房子想要处理 对 是吧 行 废话不多说 跟着我的镜头 来吧 学校是那个 这边有一个初中 一个高中 都在这个小区的边上 也就能从小区出去就到那个学校 非常近 这是学校初中高中一起的 小学呢 小学这个是校区是前进校 有的校区 然后旁边是一大寺 一大寺松北分院 这边看病就非常方便 也是初小区过道就是 这是17年 17年入库的 河岗不都传说房价低吗 那时候不说什么3万块钱吗 就是回前楼 整个东北唯一房子涨价的城市 黑龙江的河岗 完了就是辽宁的府心涨价剩下全是 都掉 掉下 它那个价格已经是顶了 没法再掉了 27楼 多楼顶 没有人会从你的房子拿到一分钱 再说一句 我不是中介 明白了吧 就是 你与买主力直接对接 我家买的有点贵 从开始就买了 10万块钱 因为地点好 就是我们下了电梯 直接出去就是我家车位 常年咱们跑得挺累的 挺累的 哎呀 哎呀 挺温馨的这屋 多瓶 啊 家中年纪122 啊 100多瓶量啊 对 三是两厅两卫 但是这个视野是非常好的 我这长时间不回来住了 嗯 那个有点乱 你这装几年了 啊 18年装完的 一起入户18年 二三月份装完的 过完年装完的 你这装修也挺用心的 是啊 想自己住 嗯 所以这个细节 主要就是细节嘛 用的东西都非常好 一百二十几 一百二十二 一百十二啊 我试个这呢 对 这边是主卧室 主卧室在卫生间 对 那卫生间还是该是分离的 对 明卫还是 好 这还一个洗手间 啊 对 这是两个卫生间 也都是明卫 行 挺好 这屋呢 就不总住人放一个小床 然后就放那立柜 嗯 行 闹正题吧 这你买的还是多少钱一瓶 买的时候 七千六左右吧 七千六到七千八 没仔细算 我们这比较有名的一个装油公司 整装的 嗯 啊 然后我们期间换了很多 就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嗯 这样都下来呢 大概是 啊 连家具什么的不到三十万 二十 二十八九吧 那你整体算下来这个房子 一共投多少钱呢 啊 看九十七八 一百二十六七那样吧 一百二十六七 对 底下中介挂几家 挂了 两家 现在都 他们给你的建议是要你挂多少钱 还是你自己的心理 没有 那是我心理的心理价位 哦 你挂过去 我挂一百三十五 挂多少钱了 哎呀 得有个半年了 嗯 那找鬼哥来咋想呢 这个 看鬼哥这个 这个粉丝这么多啊 不是有心理准备没有啊 找过来 有 有啊 啊 啊 接受现实了吗 接受 你现在就是内心接受 这个房产 这个现实的现状 你接受什么 现状都了解 也得接受啊 不接受咋办呢 你接受咱就简单明了痛快快 说个数我听听 现在 哎 一百十八 啊 那你也没接受现实啊 这这还不行啊 不行 这不行 带车位一百十五最近 车位一百十五 那个摄影师是 哈尔滨的 他对房子也挺了解 你觉得咋样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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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差不多了还是不行 那得 差不多了是不行啊 就是说 咱要说成 不是说心仪的 不是说我要难为谁 在降的话 也就是 一万块钱 如果就是说半年内还没有动静呢 半年内没动静呢 那也只能接受了 那没办法 嗯 因为不能贴太多 挺着 挺着挺着呢 完了后来又不想挺了 哇 就是 就是这么痛苦的增长 是不是 基本上都是 一百三十五时候就挺着了 最开始 是不是 没掉价时候一百六呢 嗯 一百六呢 嗯 也有好多人 一百三十五挺了多久 就半年多了 是不是 在评论区 留下你们的评论 咱们这一期 哈尔滨市松北区探访 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